那么究竟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蛇的死亡 而这些蛇的死亡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不要走开啊 下节为您解密 动物集体死亡的案例 能为专家提供何种新思路 烟雾缭绕的梦山深处 究竟隐藏着何种线索 群蛇进封的背后 真相到底是什么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历 下面说到蛇类集体死亡事情太过反常 可是其中的原因呢 却让人倍感蹊跷 那么横坡村出现大量蛇类死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翻阅资料的时候 有一件案例引起了宋博士的注意 2011年3月 在美国洛杉矶南部的国王港码头 曾经发生过上百万条鱼集体死亡的事件 经过调查 科学家发现导致这么多鱼集体死亡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一种叫做赤潮的现象 解释一下 所谓赤潮又叫红潮 是指在特定环境之下 海水当中的某些浮游植物或者细菌爆发性增长 或者说高度聚集 从而引起水体变色的现象 因为这种情况导致海水的颜色一般会变红 所以往往叫赤潮 而赤潮对于鱼类的生存是非常有害的 那么好了 再说宋博士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当中 他还找到了一个动物集体死亡的案例 那是2015年在智利南部的海岸边上 一夜之间竟然出现了300多头的温精的尸体 后来经过研究 科学家证实 是因为全球变暖 阳流发生了变化 导致温精群在海洋当中迷失了方向 最后在智利的沙滩上搁浅 不幸死亡 这两个案例让宋博士有了新的思考方向 什么呢 你看啊 不管是赤潮还是全球变暖 都属于气候环境发生了变化 那么群蛇暴毙的现象 是不是说明横坡村一带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而蛇类不适应这种变化 结果导致他们集体死亡了呢 随后宋博士带着调查组的成员 对当地的水质土壤空气等展开了细致的检测 但谁也没有想到结果再次让人失望 因为检测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这就奇了怪了 蛇本身没有问题 环境气候也没有问题 那问题究竟在哪呢 为了彻底搞清楚群蛇暴毙的原因 调查组不得不又请来了一位帮手 就是这位 他叫徐朝磊 是山西省区域地质调查队的专家 得知恒坡村一带出现群蛇暴毙的现象 徐朝磊也觉得很奇怪 他决定和宋经博士一道 对恒坡村所在的太阅山地区 先行展开考察 考察进展如何呢 说来也巧 就在他们向当地百姓了解情况的时候 当地人向他们描述的一种奇特现象 引起了徐朝磊的注意 什么现象呢 当地百姓说了 在孟山深处的一些地方呢 常常会看到从岩石当中冒出屡屡青烟 即便是下雨天有雾的时候 都能够清楚地看到 他们说那种情况看上去啊 那个孟山宛如天宫一般 青烟 从岩石当中冒出来的 这什么烟呢 这种奇特的现象 会跟群蛇暴毙 有关系吗 带着好奇 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之下 徐朝磊来到了孟山深处 在这里他还真看到了村民们描述的景象 您瞧啊 不远的山坡之上 真有屡屡青烟升起 走近看 发现这些青烟呢 还真是从石头缝里边冒出来的 而就在此时 徐朝磊敏感地发现一些味道 什么味道呢 空气当中有一股腐臭的气息 有点刺鼻 经验丰富的徐教授 一下子就分辨出 这种气味当中应该有某种化学成分 我们知道甲烷是一种有机化合物 它是一些易燃气体 比如说天然气 沼气 坑气 的主要成分 难道说在这些岩石底下 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吗 徐教授让人给冒烟的岩石上浇了点水 结果清水瞬间变成了蒸汽 而再往石缝里看 我的天里边竟然还有隐隐的红色火苗 摸那些岩石 有些烫手 周围的空气让人感觉到热气 奇怪了 大山深处的岩石缝里边怎么会有火呢 就在徐教授观察岩石周边的情况的时候 一些黑色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这个已经烧红的岩石旁边有不少黑色的岩块 这些黑色的岩块是什么呢 徐教授检查后发现 他们正是在岩石底部燃烧的物质 啥呀 煤 孟山山体里竟然有煤在燃烧 地下有煤倒也不稀奇 那山稀嘛是不是 可问题是地下的煤 它怎么会烧起来了呢 徐教授说地下煤发生自燃 这在地质现象上并不稀奇 他解释说 当地下的部分煤层与空气接触之后呢 就会产生氧化作用 在氧化的过程当中 煤层的温度会升高 当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点燃煤层当中的流化氢等气体 进而引发煤层的局部自燃 在煤矿负极区 煤层自燃是一种很常见的自燃现象 在我们山西很常见 有的地方少了上千年了 这火你看那么红 这个温度估计有八度到一千度左右 调查到这儿 孟山身处的烟雾之谜算是解开了 可是这跟孟山一带出现的群蛇暴毙现象 又有什么关联呢 徐超雷和宋经博士 在综合多方考察结果之后 对群蛇暴毙现象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专家说 蛇进村的时候是初秋 因为感觉天气一天比一天凉 蛇就想找一个相对暖和的地方藏起来 因为孟山上有些地方的煤层在燃烧 地表温度比别的地方要高 自然就吸引了大量的蛇 然而这些蛇肯定没有想到 在这个温暖的地方呢 竟然还暗藏了一种致命的东西 那就是煤气 也就是说这些蛇都是煤气中毒了 中毒深的蛇当场死亡 中毒浅的 则在短时间内丧失了捕食的能力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有人可能会问呢 这么多蛇中毒 为什么人没中毒啊 甚至都没有感觉到异常呢 专家说了 这是因为没曾自然的区域 离着横坡村有一定的距离 那些有毒气体升腾到空气当中 很快就被稀释缓解 所以才没有影响到村民 好了 群蛇暴毙的谜团呢 算是找到了科学的答案 但是 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解开 那就是前面说到的 横坡村自古无蛇 如今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群蛇进村呢 抓到了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宋博士先是抓了一条活蛇 看能不能从中找到线索 这条蛇是赤链蛇 赤链蛇 大名鼎鼎 其实是一种生性温顺无毒的蛇 主要是吃昆虫 蝉蜀 或者鼠类的动物 反倒是能够帮助人类 消灭害虫和鼠害 宋博士说 这种蛇的到来呢 一般意味着周边的环境 非常适宜蛇类生存 这话可能会让您有些不解 节目开头我们说了 千百年来横坡村无蛇 那是因为这里以前都是荒山 并不适宜蛇类生存 又没什么降雨 那现在怎么又说这里适合蛇类生存了呢 究其原因呢 其实还是生态环境的改变 据了解 为了改变生态环境 多年来村民们自发开荒种树 慢慢的附近干涸的湖泊里边有水了 光涂的山林上有树了 而且当地的森林覆盖率 现在超过了60% 而这一切正是蛇类被吸引到 横坡村附近来的重要原因 只是在迁徙的过程当中 这些蛇因为遇到了没层自然 以至于部分蛇遭遇了不幸 不过不管是百蛇进村还是群蛇暴毙 换之觉得对于横坡村的村民来说 都算是急诏 一方面说明横坡村一带的环境 确实得到了改善 另一方面也证明 当人类尊重自然和改善环境的时候 大自然才会用自己的方式 为人类提供更适宜居住的家园